要结婚的我们因为一百万彩礼 双方家庭闹得很不愉快 当我正在与女友沟通时 突然来了陌生女孩 以为我是专车司机 我只能去找女友当面沟通 现在你就差这二十万吗 这已经不是二十万的问题了 那你在哪里不能整这二十万 咱俩因为这二十万 这个混不结了吗 那就不结了呗 那是我的问题吗 那你别这样啊 也不是我想要的这个钱 是我知道 但是你弟跟我俩有什么过去呢 那你也不能把气球都撒我 你谁啊 你谁啊 我那个 他上次我上次插了个抱歉 他就是上次和你那女的是吗 有半天你就是个渣男 你进来跟我谈着婚礼 那边就会跟人家 你怎么说话的 我怎么说话了 什么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就是我男朋友 不知道吗 我跟他不是男朋友 那个哥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是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不用不用 没事没事 都湿了 要不然你去我家 我帮你洗一洗 哎不用不用 酒店 那个你走吧 没事 我帮你洗一洗吧 都湿了 怪不好意思的 哎不用了 你不用 那你不洗 我也不能再给你买一套啊 啊 走吧 我拿他睡衣 然后你给换上吧 你衣服都湿了 我看 啊啊 谢谢啊 那有人找我 怎么了 我妈呀 啊